嗨 我现在已经在奇遇步道了 你们猜 我遇到了谁 没错 那是帅气的蕾蕾 嗨 蕾蕾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的 来来来 这边请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 正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吴蕾 非常开心可以在这么美妙的一个天气里跟大家见面 是的 现在我们所在是深圳 然后呢 我们来到了走跑奇遇季的活动现场 今天既然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开始之前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到你 OK OK 我注意到你今天佩戴了咱们华为Watch GT5的手表 对不对 对 很酷 感觉跟你今天穿搭很配 点金之笔 那这个手表已经上新了一个多月了 那在这个段时间里 你戴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一直在剧组嘛 所以运动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就是咱们这个手表的各种运动的功能 就带来了非常强大的想要去运动的那种期望 那种冲动吧 去打卡咱们的运动三环 还可以帮我监控我自己的情绪啊 睡眠啊 各种身体的指标 而且一次充电 就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它没有电 它可以坚持半个月 是我非常理想的运动搭子 是我的Dream搭子 对 没错 它是非常好的运动搭子 生活搭子 陪伴你的这个生活 会让你感觉到更舒心 那听起来这个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了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运动搭子 华为手表之外 我们还为蕾蕾介绍一位专业的骑行搭子 超专业的 多专业呢 有没有很期待 很期待 那让我们有请中国山地自行车运动员 米九江米老师 有请 你好 您好老师 可以稍微停一下您的车 对对对 哇 真的很炫酷 我们米老师她其实是获得过全运会和亚运会 两个运动会的这个冠军运动员 超棒的 你好 您好 您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九江 大家好 是的 那今天呢 我们活动现场设计了一条非常优美的骑域步道 那两位可以一起去这条海边的骑域步道 感受一下风景 然后骑友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好的 对就可以一起骑行起来了 那在我们骑行开始之前呢 还需要做好这个热身工作 那米老师作为专业的运动员 训练的热身小秘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没问题 我在这几个任动动的话 很多骑友小伙伴都用来上 相信 吴老师以后在运动中也能用来上 好好好 我向米老师学习一下 行 那你们开始 来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 先拉伸 大腿的后侧 OK 你先看我做一个 好 对 对 一边做做做事事想 好 非常好 第二个动作就是半蹲 半蹲 对 双脚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对 然后双手测停停 然后往下半蹲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 高抬的这个外旋 打开我们标部的关键 好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好 非常好 下一个动作是高抬的立旋 然后原地的把双手打开 对 一 二 三 四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好好 好的 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很像我们小时候的赖赖爸爸走路 对 对 我不专业一开始早上明老师也教了这个动作 然后我就会往前走 一般是原地 对原地 对 还是很专业的 好 那我们的热身这个小训练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邀请明老师和蕾蕾一起去完成我们这个骑行 解锁奇遇步道 大家记得在骑行开始之前 不要忘了打开我们的华为Watch GT5的户外骑行模式 它将会记录你的骑行速度 轨迹地图位置 心率卡路里等多项数据 那我就前往下一个环节了 你们两位玩的开心好不好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那我们出发吧 明老师 好的 出发之前还是要把我们的骑行模式给打开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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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这个上面拍过戏 哦 这里风景真的很不错啊 在深圳这样子就是节奏非常快的城市里 我觉得能有像现在这样可以让大家慢下来去骑行的地方真的非常的不错 没想到吴老师也这么喜欢骑行 因为日常拍戏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比较忙 但偶尔能有这样骑行放空的机会我觉得特别好 尤其是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啊 然后又有这样子比较安逸的环境 可能前一秒你还在测试马龙的城市这些穿梭 下一秒就会看到很美的海还有夕阳 对美好的风景在眼前就这样从你面前出面而来的感觉 作为演员你是不是很需要这样的输入吧 也还好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我自己放松啊 找到自己生活间隙的这种方式吧 那明老师你是因为什么契机就开始骑行生涯呢 我以前在大学是学校停队的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个自行车运动 然后第一次骑行就喜欢上了 刚开始我骑行就喜欢在我们家乡的这个寨子里面 然后骑行我也没想过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当成职业 刚开始我的成绩也一般 直到后来21年才我拿到全一会的金牌 我才有了这个底气和这个勇气和家人朋友说 我就是要在这个职业道路上发展下去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爱好骑车 然后最后变成职业的运动员 然后拿下冠军 这个过程想一想都非常的励志 非常的燃 真的很佩服你 其实也是因为喜欢才能坚持到今天 想说其中吧 看无奈老师骑行状态也非常不错 还可以还可以 一般我就是在室外骑行的时候 会打开手表上这个全彩地图 然后可以时时看到自己的位置 他搭载了向日葵定位系统非常厉害 随时随地都可以查看你的位置 你的路线 非常的方便 还可以看到我的心率 我的心率现在是65 我的心率比你高一点 我心率现在是84 像我们今天那么休闲期 其实不必在意速度 把心率控制到健康区间 就能拥有很好的健康效果 毕竟骑行也是最燃止的运动 是是是 那老师平时你们训练的时候 心率会大概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们平时训练的话 就是有氧的 有氧区间保持在130到150左右之间 其实并不是心率越高 就代表这个骑行状态越好 我们心率过高的话 是会伤害这个身体的 所以日常我们一定要关注 就是我们这个心率的一个凝结值 是 因为经常骑行的时候 都会有被拉抱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率就特别特别高 其实是可能会有增加危险的那种概率的 这个时候手表就会发出提醒 提醒你可以适当的放缓一点节奏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健康 更加科学的去骑行 而且可以更加享受自己的骑行的旅程吧 是的 运动还是要适量 我发现这个手表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个照片 就通过接触过后 它就能上传到我们这个手表上 变成这个手表的一个手表表盘 可以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不错 非常方便 随手拍张照片 一下就可以当成表盘了 那边好像很热闹 我们去那边看一眼 我还想再去骑两圈试试 那我们等下午来见吧 好 那我们等下午才见 好吧 好一会儿见 走喽 哈喽雷雷 哈喽哈喽哈喽 刚刚骑行完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不错 是吗 心情非常愉悦 有图有真相 这个EMODA都告诉我自己 我很开心 没错 EMODA实时监控着我们的情绪 那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除了奇运步道之外 还有非常多挑战项目 你看身后有好多的这样一个装置 对对对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大家其实早上有很多KOL来尝试过 那我觉得接下来肯定想请蕾雷来尝试一下 好 那也为蕾雷找到了一个专业骑行选手 作为你的运动搭子 一起来进行我们动感单车的PK 怎么样 接受挑战吗 好来 好那我们有请专业骑行选手张金康老师 有请哈喽 你好 蕾雷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很专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张金康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玩 很高兴跟蕾雷一块骑车 好的 两位老师好 那今天的这个 还是有点特别的这个挑战 不仅要拼体力 还要拼脑力 就是叫一心二用骑行挑战 就是考验两位边骑动感单车 边抢答我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有几个比拼的指标 一个是比拼心力控制 看谁骑得稳 同时呢还要看谁骑的速度更快 然后谁答题更准确 好可以吗 好有信心吗 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请上车 那我去这辆 对可以的可以的 对 好我们可以先就位 可以直接踩起来 当你们节奏起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题目了 好来我们准备请听题 第一题 世界骑行日是几月几日 A8月17 B9月17号 9月17号 917 我记住了这个谐音梗 恭喜回答正确 我题目都没有念完就抢答了 来我们第二题 骑行过程中哪种情况容易生气 A骑行中一路红灯 B被陌生骑友超车 C被骑友抢走了刚买的烧烤 请抢答 我选A A一路红灯 恭喜回答正确 我选A 这还有标准答案吗 其实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其实ABC都可以多选的 难道应该是 骑行一路上都遇到了红灯 结果还遇到了旁边的陌生骑友 闯了红灯 闯了红灯超车 他做出了很不好的行为 还抢走了我 烧烤 大毛回忆的烧烤 对 这夹到一起应该是最痛苦的 对 确实 不正确 没错 因为A和B A和C确实比较离谱 对 好来 问题四 骑行爱好者会为什么而停下脚步 A烧烤摊 B红灵灯 C路上的花花草草 请抢答 这有两位是多一个 全选可以吗 可以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多选的问题 所以说平时会在 遇到烧烤摊会停下 是不是 这个必须要让我停下来 然后呢 红灵灯这个技术 我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 然后呢花草草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心智 我更多的是瞄准前面不停的骑 好原来如此 恭喜 两位挑战结束 是的是的很棒很棒 好那刚刚两位也骑了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两位的速度和心率控制怎么样 现在的心率是76 这是 哇 好稳哪 好稳啊 这么稳 最近应该你经常骑车啊 没有 其实挺少最近 练出来了 我108 108 更比较紧张可能是 我这更多表现出的是紧张 哈哈 就等于看到 雷雷看到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运动 一直非常期待见到她 因为她开始骑车以后 我们很多很多小伙伴都一直在关注她 她很期待她多骑车 对 谢谢谢谢 我想我也非常期待多发Vlog 很爱看 我尽量 我尽量 对 题外话 那这里呢我们心率上心态上 就雷雷这边胜出了对不对 那刚刚题目呢 其实两边是各答对一半 就是共同胜出 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好的 非常棒 那两位其实刚刚是经过了一个 呃 速度 然后脑力 以及我们心率上的这样一个 小小体验吧 可以说是两位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啊 主要就是我们运动就是为了开心嘛 就是愉悦自己 那既然如此 今天两位来到现场 我们必须得给两位一个小福利 没错 两位准备好了我们的走跑奇遇季的限定新章 来 是的 这也是个小纪念品 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看是这样子的 哇 对 上面这个三环我们给观众展示一下 三环就是我们手表盘上 就运动表盘上那个三个指标 对 所以说也是跟我们这个非常相比配 这个肤色一看就是这位就是哥 对 非常健康 我白了一些 我白了一些 前一段时间应该骑穿上线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黑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那大家其实我们运动嘛 就是这种健康的肤色也值得拥有 好 那在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表现 稍后呢 蕾蕾还会在稍后的环节 继续陪伴着我们 我们一会盛典见啦 让我们有请华为运动健康全球代言人 吴蕾登场 哈喽 让我们掌声欢迎吴蕾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蕾非常开心 跟大家在下午见面非常开心 是的 哈喽蕾蕾我们又见面了 好 来来来 舞台中间请 哇 那真的 刚刚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非常帅气的一个登场 感谢华为运动健康全球代言人 吴蕾带来的运动时尚秀 那现场的氛围这么热烈 我相信蕾蕾的道然 必然能点燃全场的运动激情 是不是 好的 那今天的活动当中呢 相信大家也释放了这个运动的活力 蕾蕾今天也是参与了一整天 想问问今天一整天下来感受怎么样 感受非常开心 今天在这整个的公园里面 又是骑又是跑 然后又是各种活动的 感觉就是很久没有进行这样子的 户外运动了 然后心情非常的好 而且还认识了非常专业的骑行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运动员们 我觉得非常厉害 嗯 好 那说到我们遇见了非常专业的骑行老师 那我们不如就把他请上台吧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 中国山地自行车运动员 米酒江米老师登场 有请 大家好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来 老师这边请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呢 现场是不是有很多骑行爱好者在 大家是不是 是 那边的朋友很冷静 他们不是 好 大家有很多骑行爱好者 今天来到这里一起运动 那像米老师 您作为我们这个多次获得骑行赛事冠军的专业玩家 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骑行训练法 分享给大家 如果是薪水的话 我建议就是先让自己慢下来 因为骑快很容易 骑慢很难 有追求的玩家 也可以多尝试骑有氧 把长距离的长时间 有氧过程就是打基础的一个过程 不过无论哪一种 都需要我们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 灌注心率 血氧等基础指标 防止超出安全边界 其实华为手表就是一款很好的运动装备 而且运动健康APP里面 还有很多的训练课程 非常的有效 好 谢谢米老师的分享 在这里呢 也给我们安利了一个运动搭子 就是我们华为手表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华为Watch GT5的手表 那在这里呢 蕾蕾也戴着我们的这个手表 体验过一个月了 对不对 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吗 最让你感到惊喜的功能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非常精准的 可以记录你身体的数据 比如说心率啊 或者说你这次运动的时间啊 消耗的热量以外 我觉得最能给我带来体验的 就是它监测你情绪的那个功能 今天就是在海边跟米老师一起骑行 然后一起聊天 心情非常的好 然后今天这个Emoda 它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颜色 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 心情愉悦的一个形象 对 然后就可以观测到自己的情绪 真的 特别可爱 好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呢 蕾蕾还有米老师 还有现场来到我们活动区 玩耍的朋友们 都能够感受到 骑行和运动的快乐 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就像蕾蕾一样 爱上骑行了 嗯 那也想问问就是米老师 像你也一直在做 关于骑行推广的工作嘛 那你对于这种骑行热怎么看待呢 骑行也是一种很好的 放松心情的一个方式嘛 它也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 像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 勉腆的人 也是因为爱上了骑行 让我逐步的打开了自己 让自己的心态慢慢的就是开放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骑行的一个魅力吧 我很欣喜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爱上了这项运动 在锻炼的同时 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我认为这样很好 包括手表里面还有 户外跑 运动涂鸭等功能 可以跑一个奖杯 星座 让运动更有趣 也让大家很容易接受 好 那其实今天呢 米老师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 关于骑行肉的分享 其实今天两位的体验 不仅就是更好的 锻炼了自己的体魄 现场各位应该也是 还交到了好朋友 现场各位说是不是 对 都找到了这种运动搭子 来到现场 好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来到现场 也算是一种奇遇了 那今天既然我们都 整整齐齐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成一个 大合照好不好 想不想跟台上两位老师合照 好 那大家就举起你们的手 手上是戴着我们 那个华为手表的那只手 对 然后展开你们的笑颜 我们一起来合照啦 朋友们 笑起来 对 拿出我们的华为手表 好 来 3 2 1 好 再来两张 记得要开心哦 3 2 1 华为手表 时刻好表现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一下道具啊 好的 大家很热情 在这里面非常感谢米老师 带来的一些分享 谢谢你 对 可以上时休息一下了 谢谢 那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花为手表 有个刚刚蕾蕾也说到了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 emota 就是我们可爱的小熊猫 大家有看到自己的小熊猫吗 嗯 我们情绪是一目了然的 像黄色是愉悦 绿色是平静 而紫色 代表可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的小情绪啊 诶 我扫了一点 大家应该都是开心的黄色 对不对 大家刚刚在叫什么呢 哎呀 这是我们的emota 来到现场了 你好 好可爱呀 诶 怎么了 怎么了 有悄悄话 嗯 好 什么 我知道了 我们两个交流了一下 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们这个超级憨态可居的emota 有个小小的小想法 他想让蕾蕾模仿一下 他的几个招牌情绪小动作 蕾蕾接受挑战吗 那好 我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是吗 好 那我们开始 第一个动作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吧 试试吧 好可爱 诶 很有节奏感的 很可爱 诶 蕾蕾模仿的很不错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继续 下一个动作 哦 拥抱 我知道了 对 有点像拥抱 是拥抱吗 拥抱 有点像我在伸懒腰 是不是 再来一下 我们来一模打 再来一走 哇 这场开怀抱迎接美好的一天 对不对 好 谢谢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蕾蕾模仿的很到位 还是很同步的 非常感谢 主要是太萌了 我们一模打在这里 对不对 大家视线都被吸引 其实刚刚我们做这些动作呢 都是我们一模打表盘 对于大家 情绪的一个真实反馈 希望大家可以在一模打的陪伴之下 每天都能有好心情 也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状态 好的 谢谢一模打 谢谢你 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们几个掌 几个掌 几个掌 一模打小下班了 可以 慢点走 慢点走 太可爱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任务了 平时有没有跳过HIT 跳过 跳过是吗 觉得难度大不大 没有跳过 时间特别长的 没有跳过时间特别长的 是不是 那今天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HIT HIT是一个非常爆汗的运动 能够快速提高我们的心率 可以达到这种染指的效果 也是我们运动健康APP上面 非常热门的课程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将有请到专业的老师 好 准备音乐响起来 有请华为运动健康APP 官方课程导师张凡老师 带领蕾蕾和大家一起来一段 简单的HIT热身操 有请 嗨 大家好 好有活力啊 主持人好 你好 蕾蕾好 你好 你好 她有活力 跟大家打招呼 嗨 各位 小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如果你们今天特别想跟蕾蕾一起来锻炼的话 希望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先站起来 OK 好 好 我们大家可以起立一起体验一下 HIT给我们带来的快感好吗 朋友们 太棒了 好 那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二位 我就在下面跟着一起跟你们动起来 好不好 OK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 如果你们站起来之后 我们先从活动手脚开始 然后当音乐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小跑开始 好 先从简单的小跑开始 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热身了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跟着她一起 好吗 啊 只是一个简单的热身 雷雷平时有HIT的训练吗 有有有过 我们可以做点简单的开合跳 可以吗 好 就像我这样 开合跳 对 简单一点 先跟上她 难得一次跟她一起训练 对 你可以慢一点没有关系 慢慢地找到心率加高 速度不用太快 对 对很好 接下来你可以稍微地调整一下原地 然后慢慢地找到高抬腿 一次就好 对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对 然后在现在基础上 加一点点小跳 对一点点 一点点 慢慢来没关系 膝盖抬高 让心率提升 好 接下来试试看 把双手放在胯下 对 一点点就好 感觉怎么样 好玩好玩 好最后一段 我们来尝试一下吧 膝盖靠近臀部怎么样 膝盖 往下 脚跟靠近臀 轻松的小跑 对 手臂自然摆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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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你们身体热起来了吗 热起来了吗 好的 那么给自己鼓鼓掌 谢谢蕾蕾的跟跳 哇 真的 HIT 真的是一个活力四射 充满力量感的一个运动 雷雷现在心率怎么样 嗯 现在心率是140 140 哇 动起来了 我们数据已经给大家呈现 大家都还好吗 哎 大家都开始看自己的手表 实时监测自己的一个运动状态了啊 哇 那真的 今天蕾蕾运动量超标了没 嗯 达标了肯定 达标了肯定啊 嗯 那今天其实还是收获挺多的 其实一整天下来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蕾蕾能够多多陪伴我们一起 无论是运动啊 还是我们在线上多多的看到你 好 那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感受的这份运动的热情 包括我们现在手表上这个火热满满的素质 能够一直陪伴着大家在生活中时刻 好表现 好吗 好的 谢谢 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蕾蕾今天的陪伴和参与 真的感谢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到你 可以上次休息一下了 对 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嗯 然后 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 运动状态 然后每天都有好的运动好表现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蕾蕾 下回见 拜拜 拜拜